女孩突然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 只要她在旧手机上每删除一条短信 就会穿越到十年前的高中一次 但更诡异的是 每次删短信穿越时 身边总出现同一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是谁 难道是梦里经常念叨的张万森 但来不及多想 林北星继续删短信继续穿越 直至来到与男友展宇第一次见面那一刻 她要狠狠地与她一刀两断 不要却被展宇误以为她是花痴 还抢先一步警告她 不要自作多情 林北星听后心想自己真是瞎了眼 当初怎么会喜欢上这个渣男 原来十年后 她在即将嫁给展宇之际 不料却被她背叛单方面取消婚礼 这让林北星痛苦不已 但她又想起十多年与男友的点点滴滴 心有不甘 仍不想放手 她用尽各种办法挽留男友的心 结果都被男友一次次的冷漠所浇灭 伤心欲绝的林北星 借着久近跑去海边准备自杀 却遇见一位钓鱼的老爷爷 只见他在一旁念叨着院者上钩 随后还将自己的鱼竿和桶送给他 并嘱咐他 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 而当他再次转身向后望去时 刚才的老爷爷却瞬间消失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 一同消失的 还有他的自杀念头 心虚的林北星 醉熏熏的回到家中 不敢告诉父母 取消婚约的事情 只好一个人躲回自己的房间 看到桌子上的结婚勤俭时 他决定再给展宇和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他翻出高中时的校服 如果展宇明天出现在校园里拍结婚照 对于之前背叛的事情就寄了不救 第二天 林北星很快就打扮成高中的模样 满怀期待地来到校园里 可等了很久 都没有看到男友的身影 便拿出旧手机 查看他与展宇的短信 手机却意外出了故障 系统自动删除一条信息 天空忽然变暗 接着就下起瓢泼大雨 这时 撑着黑色的张万森出现 而林北星对他却毫无记忆 看到了从台阶上走来的展宇 他立马冲了过去 以为对方是 特意为自己而来 却不料遭到展宇冷冷的警告 心灰意冷的林北星 坐在回家的车上 气愤地删除了一条短信 这时 窗外的天空再次变暗 并下起暴雨 而张万森又随即出现在他身后 林北星认出了他 就是刚才给自己撑伞的男孩 连忙道谢 随后准备下车离开 张万森便将那把黑色畅伞递给了他 回家后的林北星 随手将伞放在鞋架上 而他并没有注意到此时的电视 正在播放十年前的时时新闻 睡梦中的林北星 突然接到闺蜜来电通知 参加同学聚会 却不经意间意外发现 毕业照片里有个同学 正是今天给自己撑伞的男孩 他好奇地看了一下照片对应的名字 正是自己经常梦里念叨的张万森 甚至还查询得知 他从百米高塔跌落一死 看到这 林北星惊出一身冷汗 难道自己今天遇到鬼了 便立马跑出去 找刚刚拿回来的黑雨伞 可哥哥却告诉他 今天万里晴空 哪来的雨伞 就在他诧异时 前任展宇上门归还他落下的东西 被林北星一番吐槽后质问道 为什么下午在学校的时候不还给他 展宇听得一脸茫然 并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去过学校 而校服也在毕业时 已经被他扔了 听完展宇的叙述 林北星更加心慌了 突然想起今天一系列遭遇 甚至怀疑自己 真的穿越了时空 于是他再次拿出旧手机 点击删除信息 居然真的又返回到了十年前 而他此时却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把对展宇的喜欢 扼杀在萌芽中 这样就没有十年后的背叛烦恼了 可事与愿违 就在他扔掉展宇照片 准备当面找他分手时 却被老妈通知明天要高考 再次面对高考时 三十岁的林北星 早已将高中的知识还给了老师 无奈只能在考场上睡了三天 教了高考白卷回家的林北星 一下子瘫乱在床上 心想高考考个零分 那以后的人生岂不更悲惨 于是他便开始研究 重回现实的方法 不要这时手机 却收到灯塔出世的消息 突然林北星从梦中惊醒 再次回到十年后 醒来后的林北星发现 他的人生并没有一点改变 但他仍想趁机重启自己的人生 便在网上找出十年前的高考试题 将答案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 连吃饭时间都不放过 这时 妈妈突然说起十年前的一个命案细节 男孩在高考后 却从灯塔跳下 身上只找到一个粉色兔子的头绳 但一心想要改变命运的林北星 并没有将妈妈的话听进去 现在唯一的大事 就是考个满分 上清华北大 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 一切准备完毕 只见他自信满满地拿起旧手机 兴奋地继续删除一条短信 随着记忆一快穿越到了十年前的高考前夕 重启他的人生 不料刚好穿越到尴尬的一幕 林北星在游乐园拿着礼物 向展宇刚刚表白完成 却被展宇冷冰冰地拒绝了 天时地利人和 这时的林北星却理智多了 正好顺水推舟斩断情思 我还不想送我们呢 但一想到自己十年的真心被喂了狗 他又更加失去了理智 直接拿起了大水球 狠狠地砸向展宇 一个步行再来一个 被击倒的展宇 在众人面前出了床 便对林北星怒吼起来 然而林北星却默默地离开了 也许这时真正体会到了 展宇对自己有多厌恶 第二天 林北星心情好多了 心想终于将展宇的爱恋成功擦除 只见他赶紧记下明天的高考答案 现在只剩下自己私心喂了了 一旁的闺蜜看到林北星突然认真学习的样子 以为她是昨天向展宇表白被拒受了刺子 而穿越回来的林北星 再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已经释然了 并撂下一句很通透的话 我 一个男人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闺蜜傻眼了 林北星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 昨晚还因表白被拒 哭得梨花带雨的 今天就突然想通了 看来善良的人总会有好报的 林北星就是那个善良的人 善良倒在学校集会上 竟然拿起大喇叭 告诉同学们高考的作文题目 毫无意外高考作文题目果然是乌鸦喝水 只见她每场考试都是第一个交上答卷 不料正在庆幸自己终于打败高考这个怪物时 高考结束的当天晚上六点半 她的手机里却收到一条灯塔出世的消息 瞬间又被送回了十年后 她不明白为什么总是在高考结束后 就被传送回来 这时展宇发来信息 表示自己已经取消了婚礼酒店 并让她接受分手的事实 怒气冲天的林北星 再次删除就手机上里展宇的短信 瞬间又穿越回了十年前 又来到了表白悲剧的那一刻 又来了一次按她预设的人生彩排 林北星再一次考完试回到家 根本没有了那种兴奋心情 而是时时刻刻紧张起来 生怕再次被传送回去 好不容易战战兢兢的熬过六点半 就在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到十年后时 手机里又收到一条信息 一般的张万森从灯塔跳下去了 接着林北星又回十年后了 经过来来回回这么几次穿越 林北星突然意识到 这一切都和一个叫张万森的跳塔事件有关 甚至她还发现 每次高考完在回家的公交车上 她总会与张万森 不切而愈而相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她又删除一条信息 画面一转 依旧是从林北星表白 被展宇拒绝开始 高考前夕 林北星特意找到张万森 并再三叮嘱她 高考结束后 千万不要去灯塔 张万森面对林北星的突然关心 激动不已 而另一边考试结束后的林北星 一直紧张地盯着手机 直到又出现灯塔出事的消息 美梦又再一次被惊醒 林北星终于弄明白了 原来阻止她预设人生的 居然是张万森 为了改写自己30岁的人生 她决定再次穿越回去 拯救那个爱跳塔的男孩 可是不管她如何删除信息 却都无法穿越回十年前 而她却不知道的是 每一条能让她穿越回去的短信 都是张万森遗憾的瞬间 为了能和林北星一个年纪 她还成功跳级 当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向林北星告白时 却再一次与她擦肩而过 为了帮林北星多个还债 还让小混混失手推下灯塔 跌落在那个18岁的夏天 可穿越之前的林北星 根本不知道 有个人会为自己做到这个地步 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女孩与恋爱十年的男友即将结婚 可结婚前一天 她却后悔了 母亲很是不理解 认为女儿太任性了 可是母亲不知道的是 女儿的真心被男友喂了狗 林北星甚至还发现 男友斩羽的新欢 竟然是自己的闺蜜腾腾 知道真相的家人乱作一团 林北星想尽快从 嘈杂的争吵中逃离出来 不料她不经意间 删除了就手机上的一条信息 终于如愿 又穿越回了十年前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她发现自己穿越到了高三 当开始的时候 想想还有一年才高考 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属实有点煎熬 但也总比起回去 接受家人的唠叨要好多了 现在可以趁着高三这一年 正好可以好好了解一下张万森 那个常年爸榜年纪第一 且爱跳塔的同学 正在跳兔子舞的林北星 趁机一脚踩在张万森的脚上 借此送她去医务室 想要单独询问更多信息 但这引起了张万森小跟班们的不满 以为她要把张万森拐走 从而剥夺 他们享有的张万森免费辅导的福利 无奈的林北星 只好想办法掉到一班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接近张万森 她要想留在过去 就得保护好张万森 于是 她找到一班班主任刘嘎 想要调到和张万森同一个班 但开口之前 怎么也得套下近乎吧 你放心 我绝对不懂得说给你 高考的时候 一定一明尽人 嘎子听后 感觉哪里不对 但一时又说不上不对在哪里 可实验班 那是你想进就进了的吗 刘嘎老师并没有被林北星的一顿彩虹屁所打动 就连一旁的教导主任高光明 甚至都看不下去 接着就把林北星叫到了办公室 恰巧张万森也在这儿 她是来拿演讲比赛的材料 而比赛的主题 是十年后的生活 这对于从十年后穿越过来的林北星来说 那真是小菜一碟 还有谁能比她更了解的 于是她就想当然的 和高主任打了个底 如果她演讲比赛拿到第一 就把她调到一班 但要是拿不到 就听从主任任何安排 林北星虽然有信心拿到第一 但还是害怕张万森超常发挥 于是 她在比赛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 一直纠缠着张万森 希望对方能放放水 但让林北星没想到的是 张万森那是油盐不尽 先是送了她最爱吃的零食 没能贿赂成功 于是又送了她一袋子水果 可还是不行 实在没有办法的林北星 只能见走偏锋 干脆拿着一箱雪糕 贿赂张万森的同学们 没想到这办法还不错 可眼看张万森就要答应放水了 却被赶来的闺蜜给打断 说上周就约定 今天要去闹鬼的实验室一探究竟 林北星这才记起 还有闺蜜夺夫这件事 越想越气 必须给她一点教训 便借着实验室昏暗氛围 下晕闺蜜腾腾 甚至还抹她嘴上 特别难闻的芥末 腾腾哪能受了这点委屈 第二天她 便把林北星欺负她的事情 天油加醋 硬成宣传液 在学校里乱发 闹得学校里满城风雨 从此二人的友情算是决裂了 芥末事件很快便传到了 高主任的耳朵里 不要演讲比赛 马上要开始了 高主任只能忍着怒 先让林北星去演讲 演讲会现场 林北星听着张万森的演讲 才意识到 她之前的担心 真的一点都不多余 另外随着出门手机的发展 三星辣猫 网站运动的订餐形式 不见得外卖 张万森就这样 把林北星本来表达的观点 合盘拖出了 但好在她反应快 临场发挥起来 结果也不算太差 领了个小小的纪念奖 但想尽一般的愿望 以化为泡影 又出意外 回到学校的林北星 便被高主任臭骂了一顿 而这个事情也不能怪她 只能说运气不好 谁让她排在了张万森之后演讲 高主任一听更埋气了 不从自身找原因 还找上借口了 顺便心账就账一起算 训斥他违反规定 擅自跑进实验室部说 甚至还欺负同学 林北星心想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便顺势说 与腾腾的友谊 你不可修复 为了班级团结 请把自己调到一班 高主任想不通 林北星为什么那么想去一班 眼看现在的局面 已起火难下 便松了口 说你想要进一班 那也不是不行 下个月的月口 必须进前50名 就这样 林北星和高主任 又打了一个赌 虽然进前50名 比登天都难 但能争取到这个机会 也是不错 总比没有的要强 同桌提议 让他去偷卷子 而林北星则认为 那是下下策 还是让张万森 帮他补习为上上策 随后的几天 林北星每天放学 都会缠着张万森 让他帮忙补习 可当张万森走出学校大门时 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谁认识张万森啊 此时的林北星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人 一定和张万森跳塔事件隐关 女孩倒背着手 握着一本言情小说 静悄悄地 走到学霸的课桌前 停了下来 并趁学霸午休之际 偷偷把小说 塞进他的桌子洞里 万事俱备 只欠叫醒学霸张万森 被叫醒的张万森 先是吓了一跳 等管过神来 才得知林北星特意过来 是找他学习 大象牙膏实验的制作方法 可是实验室不好申请进入 便婉言拒绝了他 可不言败的林北星 岂能放弃 况且 自己还手握杀手锏 先来一点甜甜的撒娇三连拍 林北星见张万森 竟然不吃这一套 于是拿出了最后的这个杀手锏 张万森见状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无奈只好答应林北星的要求 可张万森不知道的是 林北星之所以千方百计这么做 都是为了保护他 原来某一天 两人一起回家时 林北星又发现了之前看到的小混混 他认为张万森的死 一定与那混混有关 把张万森推上公交车后 他独自一人走到了混混面前 你是谁 你是哪个笑的 小混混并没有回答他 但当得知林北星是高三的 而且还认识张万森后 于是他便放下狠话 快去告诉张万森 他躲得过一次 躲不过第二次 明天要和他比一场 林北星很是好奇 身为年纪第一的张万森 到底是怎么惹到这个小混混的 他们到底要比什么 难道是要比学习 果不其然 还真是比学习方面谁强 谁能先做出大象牙膏 实验谁就赢 林北星心想 肯定没这么简单 便夸下海口 主动替张万森应战 可是他也不会做 但说出去的话 如泼出去的水 你无法收回 没有办法的林北星 只能威逼诱惑张万森 教会自己 夜深人静的实验室里 在两人的通力协作下 终于把实验做成功了 瓶子里的液体 迅速变成大量的泡沫 并如挤牙膏一般 迅速爆发出来 就像一场泡沫的狂欢 更像是给大象 专门用的牙膏 不料 两人还没来得及 惊叹科学的魅力 就被巡逻的保安发现了 两人便迅速离开 到了比赛这天 林北星却因为 实验材料浓度问题 结果输了比赛 但他却意外发现 眼前的这个小混混 原来是喜欢 张万森的同桌高歌 因为他们两人关系 有点不一般 于是就想证明自己 比张万森强 所以才缠上了张万森 可林北星心想 张万森要是和这帮人 继续纠缠下去 那不久后 不用大数据分析 自己摁着脚趾头数 都数得明白 张万森的死 也和他俩有关系 一想到这 林北星便下决心 要拆散张万森 和他的同桌 为了避免事态继续恶化 只见他赶紧拿起手机 偷拍品学兼优的女同学 转头就洗印出来 拿给张万森 让他挑选 和演员的一起学习 目的就是要淡化 他和同桌高哥的亲密关系 因为小混混麦子 也对高哥有好感 弱不禁风的张万森 乃能打过身强力壮的麦子 危险已逼近 再不出手 自己穿越回来的逆袭之旅 就会因张万森的殒命而终结 可林北星不知道的是 张万森一直喜欢的人 就是林北星 一个暗恋好久的人 却突然跑来 把自己推给别人 这谁能受得了 甚至还是三连暴击 面对林北星 总是要塞人进来的这种行径 张万森感到无所适从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同时又担心 自己会失去这个人 内心充满焦虑 但又想到自己 一直以来的情感投入 可能不会有结果 继而感到悲伤和无助 忍无可忍的张万森 终于还是发了脾气 林北星 你要是自己不想学 你就不要再让我跟你不学 留在原地的林北星 却蒙在鼓里 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放学后的一天晚上 张万森来到车行找麦子 因为他看到了 学校墙上有机油痕迹 就知道 砸玻璃的人是麦子 还有更早之前的 实验室闹鬼事件 就知道 躲在实验室里 做实验的人 也是麦子 但他这次来找麦子 只是为了 不要让自己的同学 因为砸玻璃的事件 而被误会 原来麦子 因为高歌的一时气化 就信以为真 深夜把一般的教室 玻璃砸了 恰巧林北星的 同桌杨超阳 走得最晚 一般的同学们 以为是酒班的杨超阳干的 一向打抱不平的林北星 哪能接受了自己同桌 这么被别人欺负 于是号召班里同学们 在事情查明之前 与一般换教室 来作为回应 是因为我是杨超阳的朋友 换成你们任何一个 我一样会站住的 这一切 张万森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终于功夫 不负有心人找到证据 但他从来没有 看不起麦子是个小混混 也许自己与高歌的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引起的 自己也有责任 想到这里 张万森便掏出钱 来交给麦子 让他偷偷把锅里安上 得知张万森孤身一人 来找麦子的林北新 此时也傻乎乎地冲了进来 一口一个小弟的 将张万森护在身后 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是我小弟 有什么事找我就行了 麦子被眼前的 这两人真诚所打动 让张万森把钱拿回去 他承诺自己 一人做事一人当 自己会想办法解决 走出车行的林北新 向张万森解释了 自己这几天的过激行为 并向他道了歉 承诺以后 不会干涉他的生活 两个人通过 这么一个小插曲 倒是又和好如初了 因为窗户暂时未能补上 坐在窗前的腾腾 懊恼自己的书本 都被雨水淋湿 林北新收拾好书包 霸气丢在他面前 大不了就是换个座位 林北新就这样 一边撑着伞一边 认真的学习 这幅画面 却在展宇的眼中 觉得美丽了起来 镜头一转 在自习室等待的林北新 却发现 展宇竟坐在了对面 展宇还扬言要和他 一起去一班 但林北新却并不领情 回想到十年后 要被展宇背叛 便避之不计仓皇逃离了 而另一边 麦子主动向高光明 坦白了自己的错误 但在得知麦子的父母 外出打工 只能靠自己干林工生活时 高光明将钱退还给了他 还拿出学校的校服 让麦子换上 只惩罚他去打扫学校的街道 高光明走进教室 将打碎玻璃的事情 告知众人 杨超阳的嫌疑终于被洗清 麦子的奇特造型 自然引起了学生的关注 张万森拿着扫帚 帮他一起打扫 并借机告诉他 自己和高哥只是发小 并没有他想的那种情感 第二天 张万森刚要和林北新 解释自己和高哥的关系 不曾想 高哥却突然杀了出来 霸气声称 要将张万森的时间占为己有 还要一起上下学 这可搞得张万森措手不及 放学后 张万森终于鼓起勇气和高哥坦白 希望他和自己去向一个人解释一件事 高哥当然知道 那个人就是林北新 他更清楚 自己的爱终究被错付 一向敢爱敢恨的高哥 此事也已释然 只好鼓励张万森 如果林北新真的对你很重要 那就千万不要坐以待毙 一向油腻自恋的小子 看到林北新不再纠缠自己 反而和张万森走得很近 他的心里开始酸了 于是便开始想办法接近林北新 一天周末 林北新与张万森 相约去图书馆补课 结果展宇也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 要和他们一起补习 图书馆内的展宇 想尽办法 要引起林北新的注意 但展宇不知道的是 林北新穿越回来的主线任务 就是擦除他 摆脱十年后 他们会分手的疼痛束缚 所以林北新根本就不理他 张万森健壮 给了展宇一张基础试卷 展宇却答不出来 丢了面子的展宇心有不甘 便拉着张万森 就要出去比赛 比这个吧 骑车 绕倒一周 谁想回来谁 可不会骑车的张万森 还没开始 摔在了地上 这一幕 恰巧被赶来的林北新看到了 张万森见机表现得更疼痛 林北新见状 更加心生怜 接着便将他扶到后座上 随后两人骑车离开 只留下快要气炸天的展宇 后座的张万森 紧紧抓住林北新的书包 生怕这失而复得的情意 给弄丢了 回到张万森家的林北新 急忙帮他处理伤口 不料拿钥匙 却意外发现了桌子上 张万森打篮球的照片 他不禁想起 初中发生的一件事 原来 他之所以死缠烂打了展宇 是因为展宇在初中那场篮球比赛中 第一时间救他的是张万森 他和展宇在一起的这些年 本应该是属于张万森 甚至林北新更不知道的是 张万森之所以要挤进篮球队 就是为了趁机送林北新一个红色头绳 不料却没送出去 回忆渐渐浮现 误会也顺势蔓延在张万森喉咙 如此再哽 说不出话来 但过去的都已过去 再提也毫无意义 还是先解决当下的误会再说 张万森趁机鼓起勇气 向林北新重申 他与高哥只是普通朋友 可林北新似乎又误会了 随后的时间里 林北新在张万森的辅导下 成绩突飞猛进 月考也逆袭进入前五十 就这样 他顺利地转到了实验班 而且和张万森成为了同桌 当天晚上 他和张万森叫了几个同学一起庆祝 他们不但在烧烤摊举杯倡议 甚至还跑去操场放起了烟花 林北新这才发现 原来高中的生活 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枯燥 他很庆幸 可以再来一次 很庆幸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女孩特意认真地做了条横幅 为的是给张万森在篮球比赛中加油 甚至认真到 连颜料粘在脸上都没有察觉到 两人情意见浓 一起回家时 不料天空却不作美 下起了大雨 林北新开始担心起 明天的比赛会不会泡汤 但张万森却并不在乎 因为他已感受到林北新的情意 这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第二天 比赛虽然没有泡汤 但自己轻比涂鸦的横幅 却不知道被谁拿出来淋湿了 丢在了阳台上 无奈的林北新只能跑到储物室 看能不能找到替代品 就在他仔细找寻时 门却被闺蜜腾腾给关上了 以此报复上次实验室 被林北新欺负之仇 这很像腾腾有仇必报的做派 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林北新也顾不上生气 这踩着箱子 从窗口挥舞着那件 写着加油的T恤 不要这时脚下一滑 凳子全都倒下 他的身体正巧卡在窗户上 千里眼的张万森 看到这一幕 立马丢下比赛 奔向了储物室 他小心翼翼地将林北新给抱了下来 然而就是这一举动 让林北新又想起了 小时候的那场大火 就在他快要绝望时 一个穿着篮球服的男孩冲了进来 替他挡住了威胁 而男孩的手臂 却被一枚徽章砸伤 一物事理 林北新坚定地看着张万森 问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 可面对林北新的寻慕 张万森却始终没有勇气回答 面对张万森的沉默 林北新虽然没在追问 但第六感始终觉得 张万森就是小时候救他的那个男孩 于是林北新一回家 就偷偷拿上老哥林大海买的 限量版克比球衣 准备第二天送给张万森穿上 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看见他胳膊 不料却被眼尖的老哥发现 给夺了回去 可林北新一贯作风就是不服输 哪能这么快放弃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趁机拿走了球衣 接着就来到教室门口 让张万森换上 可是门口这么多人可更换 张万森借上克林响起 匆忙回了教室 闪在一旁的林北新一声叹息 但他还是想确认一下真相 正巧这天台风马上来袭 高光明让同学们在家复习 林北新趁机约张万森到他家里辅导 但一心想知道真相的林北新 一点都听不进去张万森讲的试卷 只见他紧盯着张万森的胳膊 脑子飞转着 怎么才能看到他胳膊 但脑子都快小破了 都没找到很好的借口 无奈只能死熬到很晚 等张万森泪趴下 他看着熟睡的张万森 趁机掀开了他的衣服 果然发现了被烫伤留下来的印记 林北新这时终于可以确定 当初救下他的 就是眼前的张万森 女孩应解说没人点赞 而心不在焉 丝毫没发现 头顶上的桌凳即将掉落 一旁的张万森 瞬间乾坤大挪椅上前拉开他 撞进张万森怀里的那一刻 林北新感到自己的内心 涌起一股暖意 围家路上 林北新非常感谢张万森 第三次救了他 可蒙在鼓里的张万森 质疑有三次了吗 林北新终于说出了 自己调查的真相 甚至还说出了 此时他的最大愿望 张万森还是不明白 林北新为什么这么担心 自己会出意外 面对疑问 穿越回来的林北新 愣在原地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只好用很官方的话 搪塞了过去 但是这个愿望 却从此深深落在 林北新脑海里 第二天 林北新突然发现 麦子行为诡异 莫名其妙染了一头红发 林北新突然回想起 张万森跳塔前 就有人拍到 被一个红毛暴揍 为了张万森的安全 林北新再次上门找到麦子 不料却发现 一件带写的张万森的校服 警告他 不要以朋友为幌子 害张万森 但林北新不知道的是 麦子虽然是个小混混 但本质善良讲义气 那些其实是红色染发膏 是他不小心 喷到了张万森的衣服上的 但听到林北新 翻恶语相向的话 你就是不能拿朋友 当皇家接近张万森 你拿什么跟他做朋友 麦子却生气地 回怼了过去 是 我不配 我就是不安好心 就这样 误会越积越深 不料就在两人僵持之时 出来一帮人 过来找麦子麻烦 原来是麦子一伙 抢了别人的地盘 面对两伙人火拼的场面 林北新害怕地躲在一角 看见拳拳倒露的麦子 恍惚间 竟害怕被一拳拳打中的人 会是张万森 且还从他身上掉落下来的 粉色兔子头绳 这更加确信 麦子就是害死张万森的凶手 现场从他身上 发现了一个粉色兔子的头石 想到这里 林北新便本能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直到警察过来 将麦子他们都带走了 林北新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没过几天 林北新便看到 麦子被判六个月的监禁报道后 他自信地认为 张万森的危机已经解除 很快新年到来 林北新和朋友们来到野外郊游 他和张万森 还穿上了情侣装 黄色衣服黄帽子 紫色衣服紫帽子 今天两人的穿搭 看来是避免不了被朋友们调侃了 就在朋友们出去放烟花时 张万森鼓起勇气 问了林北新一个问题 林北新 你是不是喜欢我 林北新却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就在他快要开口时 朋友却喊他俩出去放烟花 当他们许下新年愿望时 林北新竟然惊慌地发现 张万森手上 还戴着那个粉色兔子头绳 但林北新不知道的是 掉落在打斗现场的头绳 是麦子好奇 顺手从张万森家里拿走的 被拘禁后的麦子 让小弟们又找到后 物归了原主 蒙在鼓里的林北新 决定要再次查个清楚 于是他便问 你头绳哪来的 别人送了 谁 你又对我很重要的人 回到家的林北新 在床上四来想去 麦子既然已经被抓进去了 如果头绳真的是张万森的话 那他会不会是自杀 那个对张万森很重要的人又是谁 会不会和他的死有关 第二天一大早 林北新就急急忙忙跑到张万森家 想要彻底问个明白 不料开门的 却是国外工作回来的张万森爸爸 林北新一时尴尬地愣在原地 不知如何应对 只好谎称自己敲错门了 但阅历丰富的张万森老爸一眼就看出 这个女孩是来找张万森的 就这样半推半就下 林北新尴尬地进了张万森的家里 面对张万森老爸做的饭菜 林北新给出了一句很重肯的评价 都是叔叔自己做的 跟外面的早餐店一样呢 不料张万森却说这就是点的外卖 脸上挂不住的老爸见儿子这样拆台 便毫不保留地说出张万森的一件糗事 他妈妈呢 就总喜欢给他扎辫子穿裙子 别人都以为他是个小女孩 林北新推测那根头绳可能是张母所送 一天 教导主任找到张万森谈话 原来是张万森的妈妈 要让他出国考误国界兽医 主任觉得张万森是个好苗子 不参加高考却出国 实在是太可惜 便让他再好好考虑考虑 不料两人之间的对话却被林北新意外听到 从这天开始 张万森的精神状态就变得恍惚 模拟考试成绩更是首次跌落到第十名 林北新不忍张万森这样堕落下去 于是便找到了张万森的妈妈 恳求他不要逼张万森做他不想做的事 但没想到的是 张母却告诉他 当无国界兽医是他从小的梦想 随后又拿出张万森小时候的照片 看到照片的林北新这才记起 原来当年在动物园里遇到的假小子 其实就是张万森 还有园长叔叔送的两个兔子头绳 他们两人一人一个 此刻的林北新也终于明白 张万森说的那个最重要的人 其实就是他自己 回到家的林北新开始翻箱倒柜 他在铁盒里终于找到了 当年和张万森合影的童年照 看着眼前张万森的照片 林北新下定决心要挽留对方 于是这天放学回家的路上 他鼓起勇气拉住张万森 接着说道 你能不能不要去非洲 不要去参加什么 无国界收益的考核 我想跟你一起 去北京上大学 女孩惶恐不安地躲在消防柜子里 看到张万森被小混混们欺负 就在林北新准备拿出手机报警时 不料张万森却出了意外 张万森终于说出了那句 憋了很久的话 林北新 我喜欢你 张万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终于说出了那句 我喜欢你 紧接着 林北新又莫名其妙地回到了十年后 但他脑海里还不断地回想着 他和张万森经历的所有 回忆从他开始挽留 张万森不要出国开始 就这样随后的时间里 为了完成对彼此的约定 林北新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 可就在临近高考前两天 他总是会梦到暴风雨中的灯塔 担心张万森的悲剧会再次发生 他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阻止张万森的死亡 很快又到了拍毕业照的时候 朋友知道张万森的想心思 还特意和林北新换了位置 看着眼前的林北新 张万森的眼里全是小星星 高考一结束 林北新就如同狗皮膏药 时时刻刻贴在张万森身上 他们在摩天轮里躲雨 两人静静地坐着 听着喜欢听的音乐 当乌云散去 阳光再次照向大地 林北新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 高考结束后 张万森死亡的魔咒终于被打破 18岁不再是结束 而是他们故事的起点 可见把努力为目标奋斗时 一切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林北新也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这天晚上 学校举行了聚会 两人在一天欢声笑语中 结束了高中三年的时光 就在林北新以为他可以和张万森 一起去北京读书时 殊不知危险正慢慢向他们逼近 此时的麦子已经心满释放 他刚出来就被黑老大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让他赶紧催林北新的哥哥林大海还款 因为林大海曾向黑老大借了一笔高利贷做生意 但经营不善 导致他无力偿还 黑老大给了他最后三天的时间 让他务必把债还清 可林大海又怎么能有能力还上 于是他最终选择了逃跑 而这一举动却牵扯到了林北新 为了逼迫林大海先生 黑老大决定让麦子去绑架林北新 但身为张万森的好朋友 麦子却选择将这件事情偷偷告诉了他 得知林北新现在会有危险 张万森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林北新 两人一路狂奔 跑到家门口开庭下 这时麦子也跟了过来 可两人不知道的是 又有一群混混正朝他们走过来 麦子为了保护他们俩 故意找借口制开的那群混混 两人这才得以安全回到家里的 麦子对黑老大撒谎说林北新已经被家人送出了国 估计是找不到他了 而黑老大对麦子则是深信不疑 只能暂将此事放下 而另一边 张万森为了林北新的安全 他还找到了林大海 让他主动去向警方自首 只有抓住黑老大 才能解除林北新的威胁 面对家人陷入危险的局面 林大海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黑老大得知自己被人举报 便开始全力安排手下对付林北新 就在手下们全力寻找时 恰巧遇到了心情不好的战影 口无遮拦的他 将林北新还在南川的事情说了出来 黑老大得知了此事 将麦子暴揍了一顿 可即使被打得奄奄一息 他也没有出卖朋友 从黑老大手中逃出来后 麦子急忙找到了张万森和林北新 可黑老大的手下在后面步步紧逼 他们不得不向天台跑去 麦子为了掩护他俩 选择留下来拖延时间 到了天台的张万森将林北新藏进消防柜子里 而他自己却选择独自面对黑老大 回想到这里 林北新突然意识到 自己终究还是无法改变张万森的结局 就在这一刻 他的泪水再也无法抑制 这个女孩翻脸比翻书还快 上一秒还刚与张万森相识 下一秒就转身装作不认识 这让张万森感到犹如万箭穿星 但他不知道的是 林北新这次穿越回来的目的 就是拿着另一个剧本来演的 即便是这样很痛苦也要演下去 此刻的林北新脑海里不断地回想起 他这次穿越前 现实中找寻张万森的点点滴滴 无论他怎么努力 却始终无法改变男主死亡的结局 但一向不认命的林北新 依旧再次拿起了旧手机 迫切需要再次穿越回去 可不管他怎么删除短信 却依旧无法回到过去 此时手机里的短信已经空了 这就意味着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去拯救张万森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林北新在这个世界上 努力寻找着张万森的踪迹 可当他来到张万森的家 却发现早已误实人非 于是他又找到了曾经高中的朋友 朋友却告诉他张万森早已经不在了 从那天开始 失去张万森的林北新整天过得浑浑噩噩 他还跑到当初的灯塔上大哭了一场 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重新回到过去 去拯救那个一直守护他的张万森 直到这天 林北新来到一家名叫时空之海的书店 正巧看到了书中夹着一张 写着张万森名字的借书单 他为了能够获得张万森的联系方式 不惜劳累地帮书店老板搬书 老板被他的执着所感动 征得借书人意见后把电话留给了他 林北新拿着手中写着张万森电话的字条 仿佛又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他傻傻地坚信张万森并没有死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 电话却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突然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对方终于给他回复了信息 约他在时空之海书店见面 但没想到的是这个叫张万森的人 却只是一个小男孩 而电话是他的家教老师的 看着家教老师的背影特别像张万森 林北新激动地跑上前 却发现自己真的认错了人 就在林北新彻底绝望的时候 他却在路上偶遇了张万森的好朋友麦子 麦子把张万森遗留的手记给了林北新 他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让对方知道 于是他把张万森写的告白信 折成一只纸飞机扔给了林北新 回到家的林北新在桌子下面找到了 那封张万森写给他的告白信 原来张万森的爱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他们两人相识于动物园 从小懦弱胆小的张万森 经常被欺负 甚至连自己的梦想都不敢大声说出口 是林北新带给他的自信 让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从那天开始 张万森无数次的努力向林北新靠近 可刚刚有点进展 就因为妈妈的工作调动原因 让他不得不被迫转学 当时张万森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说出那一句 你好 林北新 我叫张万森 很快到了初中 张万森终于跳级成功了 但遗憾的是两人却不在同一个学校 在那期间 林北新过来看篮球比赛 不料却深陷火海 是张万森救了他 可林北新却被恰巧路过的展宇叫醒 误以为是展宇救了自己 而张万森也被展宇无意间偷走了本属于他的林北新 就这样 他再一次失去了 让林北新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不过来到高中 张万森如愿以偿地和林北新考上了同一所中学 幸运的是两人分到了同一个班 虽然当时的张万森没能和林北新说上一句话 但是能和喜欢的人在同一间教室上课 张万森也觉得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可遗憾的是 当时的林北新整天粘着 误以为救了自己的展宇 而张万森每次只能默默地守着 无意间听到林北新最大心愿就是 想要和展宇一起到北京上大学 可是以林北新现在的成绩根本无法实现 为了帮助林北新 他把所有的知识点都做成了笔记 接着便想地送给林北新 可就在去他家的路上 却听到了黑老大的手下在威胁林北新的哥哥 说如果再不还钱 就把林北新给绑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张万森 为了不让林北新陷入威胁 他把准备出国留学的钱全部取出来 替林北新的哥哥还了债 就在他以为林北新可以安全地参加高考 然后开心地和展宇一起去北京时 他却再次接到了麦子的电话 得知黑老大居然狮子大开口 问林北新的哥哥要50万 之前他还的钱根本不够 现在黑老大又在找林北新 为了帮林北新彻底解决危机 他毅然决然放弃出国 他把黑老大的手下全部引去了灯塔 在灯塔上 张万森警告黑老大不要伤害林北新 他已经把林大海叫了过来 有什么事情可以当面说清楚 黑老大对此根本不屑一鼓 但听到远处传来的警笛声 黑老大开始对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在打斗过程中 张万森的手机意外掉落 就在这危机时刻 他拼尽全力将那条写着 我喜欢你的短信发给了林北新 紧接着他就被黑老大失手推下了灯塔 此时 林北新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现实 他回想起自己每一次的穿越时空 每一次莫名地醒来 此刻的他终于明白 原来每一条能让他回到过去的短信 都是张万森遗憾的瞬间穿越 这时空的钥匙并不是张万森的死亡 而是他们对彼此说出的那句我喜欢 明白一切的林北新来到海边 对着天空大声地喊出了那句迟到的告白 第二天 林北新就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只见他拿出麦子交给他的张万森的手机 看着张万森临死前发给他的告白短信 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拯救张万森的机会 接着他便鼓起勇气按下了删除键 这次必须要远离张万森 只有让他讨厌自己 才不会让他卷入林大海的催债风波 才能改变张万森死亡的结局 林北新说出的每一句狠话 都好似一把刀子扎进张万森的心意 如果能让张万森避免遇难 必须有人要牺牲的话 林北新会毫无疑问地选择牺牲自己 这就是林北新最后穿越回来的剧本 可是林北新不知道的是 就在某一次林北新推开张万森的同时 他的日记不小心滑落到地上 恰巧却被张万森无意间发现了 张万森翻开日记 里面字里行间全是林北新对他的爱 此刻的张万森也终于明白 其实林北新并不是真的讨厌他 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着自己 在知道林北新的秘密之后 张万森也开始装作一副讨厌林北新的样子 他故意说出了自己要出国的事情 好让路过的林北新知道 得知这个消息的林北新 内心充满了矛盾 他想挽留住对方 但关系闹将无法下台 经过一番内心纠结后 他最后还是感性战胜了李星 找到了张万森 若若询问他为什么突然决定要出国 然而张万森却回答 之前不都说得很清楚 出国不出国 肯定有什么关系 这让林北新认为 两人的缘分彻底到此为止了 直到有一天 张万森在电视上 看见了黑老大死亡的新闻 而现场有一个粉刺兔子头绳 疑似是凶手遗漏的证物 张万森想当然地以为是林北新的 于是他来到了案发现场 却意外看到正在寻找头绳的林北新 回到家的张万森 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更加确定林北新 就是杀害黑老大的凶手 为了林北新 张万森再次选择了守护 他决定要替林北新顶罪 但他不知道的是 林北新根本就不是凶手 真正的凶手是黑老大的手下 而林北新只是看见了案发的过程 随后 林北新来到警局想要阻止张万森 可民警却告诉他 真正的凶手已经落网 而张万森也早已离开 林北新不明白自己这样对张万森 为什么他还是要奋不顾身守护自己 直到他在张万森的课桌里 发现了那个书签 正是自己日记本里的那个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张万森早就知道了一切 在朋友的帮助下 林北新得知张万森已经去了机场 随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 终于在张万森登机之前 见到了对方 看着马上要出国的张万森 林北新哭着说出了那句对不起 而张万森看着他 也重新说出了那句我喜欢你 随后 林北新又回到了十年后 多次的时空之旅 让他从此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改变了很多 他每天告诫自己 要学着忘记张万森的文字 还坚定地向父母和哥哥表示 以后他会主动担任 其准备饭菜的任务 甚至对待动物园的工作 开始认真起来 由于工作出色 还被南川中学 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 邀请回校进行演讲 上台发言的林北新 告诉在场的学弟学妹 要珍惜每一个青春的当下 眼下的烦恼和最终的收获相比 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站在台上演讲的林北新 已经不再是那个软弱的林北新 他清楚未知和恐惧 只有自己能够打破 等到变强的这一天 他就可以自豪地告诉 那个最关心自己的人 我已经长大了 演讲过后 命运的齿轮又开始转动 他终于顺利通过了 无国界兽医的考核 这可把林北新高兴坏了 因为这也是张万森的梦想 只见他在下一站 兴奋地跳下车 抬起头迎接着 2024年的第一场雪 他不禁想起 当年那个默默守护 他的男孩张万森 张万森 下去了 我好想你 就在林北新继续向前走时 突然他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为他撑起了伞 拳击到此结束 相信在你的身边 你的背后 也有那么一个 为你默默撑伞的人